很多数据广州早就超越台北 但是即使在软体 在很多台湾觉得引以为傲的东西 广州也远远的就快要把台湾丢在后面了 到广州去 我看到去有一个叫广州市的城市规划馆 朋友建议我说我应该去看 因为这里面讲广州讲的很多很多 那我本来想说广州这种城市规划馆 台湾都很八股都很无聊 干嘛去浪费时间 我时间很宝贵 结果去了以后真的觉得里面真的太震撼 台湾名嘴激烈言论 全世界有这个快递行业的蓬勃发展 那它非常简单的算法就是 一整个国家一年的包裹量到底有多少 然后有一个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中国大陆 而且它已经是连续五年它都在第一名 那你说第二名是谁呢 美国 第三名日本再来欧洲 那你知道中国大陆它们的一个包裹量 你看2008年507亿件嘛 507亿是什么概念呢 是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通通加起来 还没有507亿件耶 多厉害啊 这个中国大陆消费力非常惊人 难怪大家这个真香要冲到中国大陆去都要掏金嘛 这个侧侧布 说来了然后就打开看看什么东西 哎呀 忘记装进去 不只是韩众 最近这几年的录众也是很火的 然后呢 他们的预算排场也是一个比一个大 当然要问一下大坎 因为你有真的有去录制 那个大陆的那个综艺节目 他们的排场的部分 他们的排场真的是 我必须得说就是 我们有点像刘老老近大官员 就是大开眼界啊 就是我相信郭靖常去录一定很常发现说 天哪这个舞台我 小眼睛发眼睛也看过啊 可能平常上那个唱演出的舞台都没那么大 对 它是这样子喔 我就说喔 大陆现在在制作费这件事情 真的 它已经有一个让你觉得说 我不知道它的底是什么 就是它是无上限的 No.3 变得太快了 现在比如说去台湾人去 计程车不会叫 就是你们叫 你们也叫计程车吗 我们就会 有的时候会叫出租车 出租车 对 就不会叫了 因为你们现在那个支付系统 还有很多的这个网路的发达 然后你们那个线上的那个购物啊 什么的太发达了 这个大概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而且你看像以前 在台湾你会觉得 大陆都要看台湾的歌星啊 对不对 看台湾的这个连续剧啊 什么之类的 现在我看年轻人 因为现在年轻人 都没有在看电视了嘛 都直接网路上 网路都在看大陆的陆剧啊 大陆的那些综艺节目啊 就变成是有点翻转过来了 他说这个在干嘛 他说将来高铁要到 三四年前说我听你在拔肥 对 这个怎么会可能 那么小二十五万的城市 高铁会到呢 不可能啊 我们那个当初说要开雪岁 就去买地的人 卡了十几年嘛 结果他这次三年前去的时候 他买的房子 捷运在 那个高铁真的好景理 直接到那边三站 25分钟就到了 那四万五一坪 现在涨到多少 现在涨五倍了 所以他当初 250万买的房子 对不对 现在已经1000多万了 不舒服 听完很不舒服 为什么 所以那边空气好 好 而且距离成都 只要25分钟的车程 高铁 而且那个高铁才多少钱 57块人民币 哇 好便宜喔 所以他的高铁真的比台湾便宜太多了 中国速度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新的建筑物被誉为 叫做世界七大奇迹之首 整个建筑物呢 用了大概12800块的那个玻璃 还有12300个这个球点状 还有大概6万根的这个连杆 所以他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建筑物 建筑是非常困难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因为他那个建筑下面有这个高铁通过 所以他本身的防震要非常利 这个技术预计呢 他可以防到约莫斯八级地震的这个状况 旁边还有这个高速公路 他这个高速公路也用了黑科器 他这个高速公路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混凝土是特别的混凝土 未来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博友是特别博友 那以后你去北京可能就可以走这个这个机场 刚才讨论的这个像Instex 这些其他的替代性的计价 或是交换机制呢 也是不直接去挑战美元和使用美元的霸权 而是去设定一个特替代系统 那现在华为也已经进入了这一块 我们仔细看看去年到今年华为做了什么 华为在他的5G不断的发展 我们先从智慧手机 他智慧的手机的销售马上就跳起来 尤其是year on year 或是quarter on quarter 都是非常大幅的提升 他自己的生态圈的上中下游的供应链呢 开始用他们自己的鸿蒙系统 最后他们开始做了软体生态圈 就是有更多的人就像以前 很多人去做Android的Developer 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去做鸿蒙的Developer 我刚查了一下 就是现在已经有107万登记了的发展商 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一定不让我 Google Android一定不让我用 将来会有另外一批人 他会特别的为另外一套系统 来做他的东西 那最后到底是谁输谁赢 就不一定了 我不挑战你的规则 但我有另外的系统 我另一套 艰难使他们坚强 三个小时发射两枚火箭 这真的是非常罕见 学恒 对 而且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318次的发射 而且特别的是 他前几次是海上发射 表示他们有多个不同平台的发射能力 这一次特别在175分钟之内 发射了两枚火箭 重点是在于 他在测试它的极限运载 跟快速发射的能力 因为如果你都证明 175分钟之内 你可以在同一个发射站 发射两枚火箭的话 未来你把你的整个发射的排序 排得越满 你的客户都会觉得说 OK 我可以这样做 这一次长征6号火箭 它发射的概念是 是的 它发射叫宁夏1号 那你说宁夏1号 不就是一个感测卫星吗 为什么它还特别强调一件五星 是因为这个宁夏1号 跟我们的浮卫7号一样 是一个卫星阵列 所以你做一个代码 但其实它这里有五颗卫星 同时发射 然后布置到轨道上面 所以在这一次的状况之下 一旦长征6号这一次 它是二级的液态火箭 也就是它的发射时间短 而且效率高 一旦它发射成功 接下来它可以接国际单 可以接商业单 所以它们的发射密集度 2018年 光是2018年至少39次 这个数字超越美国 那这样子的状况表示 中方不但持续在国际间 想要领先美国的发射次数 它在稳定度上面 它在商业的仇载效率上面 也希望能够抢生意 所以我刚再补充一个数字 为什么说弯道超车 是因为SpaceX在2018年发射21次 刚才讲的中方是39次 它不管新的科技在那边发展 它的很快的生态圈 它整个生态 它会快速到尾 它包括它的硬件 软件 还有互联网整个的结合 其实是非常快的 咱们来看以前 我们在讲3D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讲VR的时候 当大家在讲一个topic的时候 一个话题的时候 它很快 它从硬件的生态链 一直到专门做软体的 一直到其实怎么样 跟市场做结合 所以它可以把它很快 可以把一个科技 它把它变成市场化 规模化 所以目前在那边 我觉得有这个好处是 我们在讲一个新的技术话题 它很快可以实现 对目前 台湾人过去 还有几个非常好的机会 目前大陆这边 比较热的 比较火红的话题 第一个是AI 第二个就是物联网的概念 IoT的概念 第三个 我觉得目前 怎么样 随着手机的周边 做好生态 靠的是什么 中国大陆 我讲这个话在台湾 没有人敢讲 但是 我的观察就是这样 你只要看一些数据 就出来了 全世界经济唯一正成长 就是中国大陆 今年前十一月两岸的贸易 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八 前十个月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量 就百分之四十三点六 疫情越大 台湾对大陆的贸易 仰赖就越多 它就稳稳地占住 疫情来时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对大陆的依赖更为加深 两岸的人民 互相的努力 但是 台湾 起自大陆的多 多很多 这是一个 不可抹灭的是 No.10 桥卷在云雾洲 你现在开车在这个桥上 就像腾云驾舞一般 没错 宝洁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是在中国大陆 虽然它高科技在美国全面的封堵 但是它的这种基础建设 全世界算是独一无二 刚刚有讲到所谓的造岛 还有就是它的隧道之外 另外一个它的 造桥 造桥 对 但是另外一个最厉害的 也就是它的造桥 它的造桥可以说 世界上来讲 也是独一份最厉害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这一座桥呢 叫做北盘江大桥 北盘江 对 北盘江 它位在哪里 位在大陆 贵州省跟云南的交界处 我们都知道云贵高原本身就很高 而且那个地方 三 第五三里平 对 第五三里平的 那个地方全是悬崖峭壁 它这个桥面 我们刚刚看到画面 这个桥面 距离桥底下 悬崖底下 有560多 对 对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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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